嘿 比恐怖更容易吹垮一轮的是压力 今天我要讲故事主根夫恐怖漫画 饥饿的人 故事发生在一所小镇上 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名叫小夫的小孩年纪十岁 而在他身上发生事情有些诡异 小夫爸爸同时出社货不惜身亡 但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 所以一家三口准备去祭拜 但小夫特别调皮 一直喊着妈妈快点 调皮的小夫也不顾妈妈的劝告 就一路小跑来到太平间 那么这件事只要从同事生闲的几分钟说起 他到小夫家的小卖铺买了包烟 证实年少他有什么事都嚷嚷着妈妈 哎 妈妈 有人买烟啊 不一会妈妈急忙的跑过来 来了来了 那人咳嗽了两声 咳咳 便说 记在我帐上 妈妈无奈的回答 哎 又要失账啊 我这可是小奔买卖啊 但他买完烟没多久 就出车祸了 撞的那叫一个惨不能度 他是被一辆酒驾的大货车直接撞飞了出去 整个人被撞出了二十多米远 掀后的血液 染红了近半条路 面目全非的躺在大马路上 安葬公司这边是行动迅速 立马将尸体抬到了太平间 他的妻子一直无法接受这样的恶号 直接瘫倒在地 在一旁无助哽咽的喊道 给我回来 你快给我回来 当时小夫特别好奇 假之年少无知 靠着特别近的去看 由于是第一次看到这一幕 又看到那女人撕心裂肥的哭 这一幕让年少无知的小夫印象十分深刻 尸体旁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桶子 即便是血溅半条街 这尸体还是滴滴答答不停的往外渗着血 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见死人 当时那个画面 对小夫幼小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事迹 在那之后 小夫就莫名其妙的大病一场 而且是高超不退的那种 去最好的医院打了好几天的点滴 也没有一点用 有那么一天 一位面容凶上的老太太来到小卖铺 要了半瓶醋 诶 你这平时很多人打牌的呀 今天怎么一个人饮都没有啊 母亲则是连连摇了摇手说 是因为我家宝贝儿子生病了 老太太一听到这话 便要求道理屋瞧笑 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邻居 母亲也没有多想 可这老太太一见门就是左看看右看看的 随后大喊道 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把不干净的东西带回来了 就是这东西让孩子高烧不退 你们有学过墓地之类的吗 这一语道蓬梦中人 啊 我想起来了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了太平间 这时指着天花板的一角又是大喊道 看 就是在那 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在那 妈妈却什么都没看到 哎呀 你马上去拿一双筷子和一碗米来 在此期间老太太是一直在床边念叨着 不塞保佑 不塞保佑的话语 小夫是个很乖巧的孩子 千万不要伤害他 不塞保佑 不塞保佑 你要的东西马上就给你 当母亲一进房门 老太太直接接过王坏 双膝跪地 这 这你要给谁吃啊 噓 莫要多问 随后老太太用手扶坏着浪西立起来 口里念念有词的显得非常恭敬 吃吧吃吧 吃吧赶紧上路吧 一边说着一边用手 往房间撒着米饭 根据当时小夫的回响 他当时能珍惜地感受到 被米打在脸上的感觉非常痛 想睁开眼睛看看是被什么东西打死 就隐约看到一个细黑的身影 蹲在床上 啪 一根筷子一声倒地 小夫也再次陷入昏迷之中 床上的米也掉落一地 一旁的母亲连忙上去问老太 那东西走了没 嗯 走了 只是他太饿了 没有吃饱 现在吃饱了 已经走了 并且在临走前 再三叮嘱母亲 以后万不可带孩子去死了的地方 因为小孩阳气不足 容易遭邪睡 这说来也怪 过了一段时间 小夫的病就好了 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但这件事到现在 小夫都记得非常清楚 虽说自己和那位老太太是邻居 自己是几乎看不到老太太有出门行动过 但不管怎么说打出那件事之后 小夫就相信 老人家是有特殊能力的 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故事应该是根据 祝根夫自己的童年经历改编的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世界上有不干净的东西吗 你们看到过不干净的东西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三年超过5000的话 我将出一期关于我自己 碰到习惯的事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祝根夫夫夫夫漫画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喜欢节目的话 记得上按点赞按钮和关注我 各位也别忘记去支持一下原作者 我是竹马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